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秘书还不在啊 财务 然后PE 财务 社长 秘书 财务 社当 好 那我们这边就插一个那个Robber 那个聊一下有在场的几个就是说 Dahlia 然后PE David 跟 IPP 我们新任新接任的人都要有个传统 就是在回去母舍拜访 那请问一下你们什么时间方便 David是不是剩下下礼拜的时间有空 我们要回母舍拜访就配合母舍立会 我们都满了 我礼拜三出国 礼拜二 礼拜三出国 所以那你礼拜二就不行 你都满了 都满了 都满了 那你是说你是什么时候回来 9月底 9月28号 9月28号 我来跟周美那边协调看看 如果看能够等 我也不晓得传统是怎么样 可以等我们就等你回来 来排个时间 如果不行可能我们就跟Dahlia跟Billy 来去看 来去看 Billy你现在晚上 还敢开车上来吗 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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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过顶运 然后身体也顺利养病养好一点 那我们就月底10月这样子好不好 你OK吗 那个时间点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 不要礼拜天 没有 我们要回去母舍拜访 就是大概五个 五个主要干部的人回去就好 然后是配合母舍的立会时间 所以是礼拜二晚上 我尽量来安排 好 OK 那我们立会来开始吧 那那个简报麻烦 尤其现在有电子钟声 有吗 有吗 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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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今天 今天是新直密 新直密第一次上线 很多人都有IOU IOU300 大家都IOU100 你要不要也热情的赞助一下 我也100 哦 IPP也100 来 Eason Eason 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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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在 好 那 我们开始 台北集合网络符人社 第111次 视讯立会 我们立会开始 敲钟 敲钟 有准备电子钟的声音吗 这是有人消失的声音 不是 这台电脑的音讯设备 还没有联系的 好 好 没关系 那我们今天就 就假设已经有叮了一下 来 下一页 主席致辞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那个 那个 我们新的直密 RAM 直接上线了 然后 然后 大家开始 这个 我们饥饿社即将迈入一个新的礼神碑 就要开始了 那在此我想要借重大家的掌声 我们来 来 欢迎鼓励这个RAM 同时 也谢谢这个 PE David 赞助他的会议室 也陪他上线这样 好 那我们真的 谢谢David跟RAM 感谢 辛苦 辛苦 好 那么我们再进行下面的议程 来 下一页 对 打住了 等一下 好 现在是用那个 射办的那台电脑 对 用射办 好了好了 所以就还是会比较慢一点 对了 他 他设办的那台电脑 David 你今天有没有趁时间顺便 看看有没有机会整理整理整理 整理 不好意思 我很久没有用Windows了 真的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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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看看那台还有没有 减轻一些他的loading 我不晓得 要找专家来看 哎 你有认识的人吗 有啊 我有MIS 我可以叫MIS 好好好 那就再麻烦你了 那个介绍来宾 有联谊主委 我们联谊主委是谁 联谊主委 好 来访 有社社友 没有 欢迎社友回国 下个礼拜 本周喜庆社友 还没整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就先 比你啊比你累了 这怎么能够当 这是你要把它列在哪一条 本周喜庆社友 看完下啦 我们这个这个要要多一些关怀 厉厉 厉厉 我们都是会集气祝福你的 那我们要关怀 对 对对对对对 真的要快快好起来 这样 好 那下页 这个要怎么样 按按摩 好 集合社社哥 我们歌唱主委还没来 那 这个要唱吗 好啦 来唱一下 我们来唱一首就好了 随便点一首 好 点点看 让大家也是要多听 多听多熟了 我们去参加别人立会 才不会变成一副很陌生的样子 就尴尬了 今天没有长官在 我们听一首就好了 点一首顺便run一下 对哦 对哦 乱 上次我们有讨论过 那个 下次 欸 Kevin有上线了 没办法出声了 是 他那个 欸 那个 主持人那边 Kevin有出现麦克风的图示吗 哦 阿布拉也上线了 他没声音 可以帮他踹一下吗 那个run 要麻烦你 待会我们结束的时候 再跟B那边请教一下 我们 如何能够先将这些YouTube的影片 看能不能把他先把档案抓下来电脑里面 这样下次就不要再透过连结 这样 还要再等他下载才能放 可能 先把档案抓下来放 看是不是会比较快 哦 当然啊 我们其实 因为频关关系 事实上我们只要那个 声音档就好了啦 声音档啊 对啊 后面就用一张照片就可以了 不需要 NUNA的影片那样子 占频宽 流量又 速度有 因为电脑本身处理 有比较慢 再加上传输的速度 开了YouTube 没出来 我回去把音乐 灌到音讯档就好了 对 我们回去用音讯档就好了 直接到时候直接抓 然后就是在分享 那个共享萤幕的时候 再共享那个 那个 要把它共享出 共享萤幕 共享萤幕是不是 它电脑打开音效 我们也就会跟着听到 共享萤幕有一个 除了共享桌面以外 还可以共享程式嘛 所以如果用media player的话 就是它可以听到media player的声音 也就会一起 一起听到 那个ABura上线 ABura 那这样我就代替你发声 这也是一样欢庆 这个RUN第四线上线 那个ABura IOU100 我之前有亲自 取得他的口头同意 我可以帮他发声吗 ABura有同意哦 出现在 看 他那个Youtube还是没跳出来 跳不出来 来了来了来了 有没有 好慢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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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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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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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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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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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才要開口說,那我們是不是就先跳過這一段? 好啦,我們今天這歌曲就先這樣代購好不好,我們有辦法現在跳下一樂 誒?那個什麼?那個RUN他是關機桶台 好,那個明天一大早7點半就要到太平國小 那謝謝Morris,要舍命陪君子,沒有這邊 然後還有沒有人有興趣也要去來看的 歡迎報名 明天要不要一起來去太平國小吃早餐 我現在在日本 你現在在日本喔? 好樣的,太好了,感恩耶 我們好像第一次有人從日本上線 以後,這個能不能在哪個界面貼一下那個國旗 代表你從哪個國家上線這樣 當然我們以後就可以創造出來聯合國的局面了 應該不錯 謝謝Dr.出去旅遊的時候不忘上線 再來喔 再來我們要看PE要出去十幾天 Dalia,明天一大早要不要去太平國小吃早餐 明天大概沒有辦法耶 要委託Morris了 喔那個真的很早 Morris你明天OK喔? OK啊 喔好,太好了 那明天我們一起吃早餐 那其實他說要七點半到喔 你會怎麼過去? 我沒有七點半到 我沒有七點半到 我後面就請你 他們就請你 可以 好啊 欸,David那你那邊 設歌之外還有下一頁的議程嗎? 這在說 你那邊有檔案嗎? 那個設班的電腦畫 陪在那邊 畫 就要重開了 我跟我說 我現在又在那邊 好 本音像就好 好 我們 我們設班這台電腦很可愛 很喜歡把人搞得精神衰弱這樣 很多人碰到他就說會變全身很緊張 我發現現在把那個 欸,我聲音也出來 是不是換那個 V的這個電腦速度還是有差啊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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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大家 用真正加鼓勵 祝我們財壞 愛頂生 每一代 有出的機會 臨生 難得不願來作回 這是我們的運輸 什麼人材都在這裡 為了你上 發出新的使命 這是我們的運輸 什麼困難都不走 無論這條路 咱用心做的經驗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大家 用真正加鼓勵 祝我們財壞 愛頂生 每一代 有出的機會 人生 難得不願來作回 這是我們的運輸 什麼人材都在這裡 為了你上 發出新的使命 這是我們的運輸 什麼困難都不走 無論這條路 咱用心做的經驗 這是我們的運輸 什麼人材都在這裡 為了你上 發出新的使命 這是我們的運輸 什麼困難都不走 無論這條路 咱用心做的經驗 No one god Tonions Tonions A juice 慢慢慢慢 LEGG LEGG 其實他有歌詞 你可以就是找那個 像你剛剛講的 找音訊長 然後 就是 一邊放音訊的時候 一邊就 就RUN那個歌詞 好啦下一段 社務報告時間 秘書報告 今天有準備秘書報告事項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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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頁 下一頁 好 本社2017到2018年度的服務計劃 關懷納羅部落社區服務活動 包含了友愛團敬佬 首善義工團房屋修繕 口腔應整 還有蒼蠅的腿毛生態營 時間是在9月16號禮拜六 地點是在新竹縣尖石鄉的納羅部落 當天 接著時間地點之後再通知 下一頁 然後本社第113次實體例會在9月20號禮拜三 晚上7點到9點半 地點在懷宇創新商務中心北極新廳 他是在台北市民權東路山段178號7樓 講師是謝湘怡 他的講題是 用60分鐘來一趟阿里巴巴之旅 費用是來賓每位300塊 那社會本人以及 環宇商務中心的內部的客戶是免費 好,密室報告結束 好,我們謝謝Dr.報告 上週出席報告 阿布拉 那個 阿布拉阿布拉 你現在有辦法說話嗎 阿布拉 阿布拉,有聽到嗎 阿布拉,可以講話嗎 好,那 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請Kevin 代替阿布拉報告一下出席 出席報告的部分 這個 106元8月30號出席報告 8月30號 Kevin 等一下,對不起 Kevin說那些環境太差 那這樣子 Dalier麻煩一下好嗎 好,在進行那個出席報告之前 我想補充一下剛剛的那個9月20號的活動 就是大家在邀請自己的朋友出席的時候 可以提到一下就是說 當天晚上是有公餐的 就是我們會準備簡單的一些點心還有飲料 那應該是算查點 不算公餐 對,查點的 那接下來進行出席報告的部分 代替阿布拉報告 第110次的例會 在8月30號出席的有8位 不出席0人 出國0人 免計出席2位 請假3位 合計13位 出席率61.5 謝謝 好,謝謝Dalier報告 那個我們 那個誰 Ryan 我們上一次不是已經就有講好 我們就開始來做當次的出席報告 跟那個那個 糾察IOU的部分 所以今天還是沒有 沒有弄到那個報告的部分 那我們下一次再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再來run一次 就把今天的出席跟下個禮拜的出席 就很快的把它統計一下 再給該報告的人這樣子 好,這麻煩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跟得上 其他的社團的這樣子機制 應該都是要報當次的 好,那麻煩 那再來那個 糾察報告是Dark 那Dark 剛剛報告過了 那那個 好,Morris現在能夠報告嗎? 能夠看得到畫面嗎? Morris Morris 你那邊現在可以 可以講話嗎? 方便講話嗎? 哈囉 哈囉 Morris 可看得到畫面嗎? 沒有聲音? 那 好,那Eason在嗎? Eason Eason回來位子了沒 我早就在啦 你才在 剛剛有Cue耶 都點點啊 沒有啊 那這個糾察報告再麻煩你 來 這個 這個 報告一下 114 立會的 糾察IOU 單的報告 這是8月30號的 一共800元 那阿布拉是100 David是100 然後Morris是100 還有 Morris來賓 Morris來賓 跟 Sandra 100 Shan 300 然後最左下邊的這個 我已經擋到了 Dalio Dalio Dalio是100 200 合計 600 800 好像有點算 好像有點算錯了 800 對啦 800 對啦 對啦 那算一下 這一週的 這一週的這個部分 這一週的話 因為你比較後面進來 你可能沒有看到之前的訊息 對不對 我看到啦 不知道IOU100嗎 然後 Dalto是100嗎 Morris是100 Kevin是100 合計400 還沒還沒 我來好了 我來好了 好 那這樣就麻煩 Joseph來報一下 Shan 300 然後 David100 Joseph100 Dalio100 Dalio100 阿布拉100 Doctor100 Morris100 Kevin100 總共1000 目前為止 好 好 那謝謝Eason跟Joseph的這個 糾察報告 來 下一個 IOU開關時間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相當的這個 榮幸邀請到我們偉大的這個Dalio 等很久了 那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他現在的這個 這個新的這個主題 然後電動車會帶來我們怎樣子的這個 事件變革這樣 好 那我們直接 大家一起鼓掌歡迎 我們今天的主題 Dalio 謝謝 來 那把時間畫面交給Dalio 請 先謝謝大家 大家晚安 我之所以會選這個題目 我想原則上有一些 我自己的一個欺負心在 因為我覺得這個 電動車這個產業 就很像我們社現在的一個 一個角色跟進程 都是處在一個發展中的狀態 所以透過這個題目的探討 我也希望說能夠大家試著去找出一些電動車的一些未來的方向 那所以今天這個簡報 比較像是一個整理型的分享 那也是一個開放式的討論的空間 所以等一下中間如果有任何 社友想要 就是說一起分享感想的話 隨時 就是說我們可以停下來聽聽看一下大家的想法 好 下一頁 那我今天的分享會分成幾個部分 一個是傳統汽車產業的回顧 然後再來是電動車能夠替這個世界進行了哪些改變 那包括說對這個電動汽車產業的一些回顧 然後當然也會碰到一些發展中的一些挑戰 那接下來我們會就世界還有大陸港台這些區域性去做一個電動車的一個發展的整理概況的分析 然後接下來會挑一個這個大家最熟知的電動車的品牌 就是在Tesla的部分去做一些分享 那最後會提到一些就是我目前自己在這個智慧節電領域跟電動車一些相關的部分 在跟大家做報告 好 下一頁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場演講 其實是因為我去年在上一個工作單位的時候 然後我們辦了一場就是亞太區域跟兩岸的創意城市論壇 在當中focus了一些像是工業4.0 然後智慧城市等等的一些主題 那我相信智慧的交通系統應該是以智慧城市去評斷它是不是進步的一個指標 所以包括我們之前講的物聯網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汽車產業接續到的車聯網的運用 我想都是某種程度上都可以去判斷一個城市它發展的一個進程 那所以今天這場演講我剛提到就是說 可能因為它是在發展中的它還沒有一個定論 那各家都百家證明 所以可能很多的面向需要大家用想像力來探討 然後看看就是說可以把這個腦袋中的一些想法 畫成是可以在這個路上讓大家看得到的一些事情 好 下一頁 我想問一下這個投影片我如果要自己操作的話 因為想說直面會不會按得很累的 好 分享給你喔 好 分享給你喔 好 那所以要看哪邊 你可以要求遠端控制權嗎 有標移到正上方有一個查看選項有沒有 有 拉一下下來就有 應該可以了 先看看 好 所以左右鍵就是上下對不對 對 你試試看 那我們先回顧一下就是 到底這個汽車這個產業是怎麼出現的 在1885年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是知道說 汽車是用內燃機的這種三輪式的一個汽車 那第一位發明者是德國的工程師 在1886年之後呢 這個技術因為取得了專利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是汽車發明的元年 可是大家比較熟知的應該是 會覺得說好像是福特發明汽車的 大家的回答一般都是這樣 那是因為說它生產了大量的平價化的汽車 讓汽車普及化 所以一般人的印象中覺得好像是福特發明的 那事實上其實它這個這兩不只這兩位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長遠的一個研發的過程 那在這個這個進程裡面有太多太多的工程師 各種科學家為這個產業做付出 那大家看一下 其實汽車它在這個到發展到1992年代的時候呢 其實它有各式各樣的一個電力的裝置 然後它這個電力要靠這個電池去使用 它所使用的材質也是相當不一樣的 包括說它有這種鈣流的電池 然後有這個孽氫的電池 各式各樣的 那大家之前也聽過油電混合車 然後也在探討說未來這個 純電動車跟油電混合車的差別在哪裡 那這個不是我們今天簡報的重點 那只是想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有這麼多的材質它可以促成電池的一個研發 所以在這個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大家對於投資有興趣的話 其實是可以focus去觀察一些 屬於這一方面的原物料 那你事實上你就可以看出來說 一些原物料跟一些所謂的重工業的產業 發展的一個關聯性 也可以幫助自己在做投資規劃的時候 做一個參考 那在這個電動車的部分 在亞洲的部分 其實包括中國大陸 日本還有台灣 這三個地方其實都算是發展的比較迅速的 那我要講這個2003年 這個其實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之前都是油電混合車 那一直到2003年之後呢 有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叫特斯拉 特斯拉生產的 它就是標榜它生產的是純電動車 跟以往都不一樣 它沒有油電混合車 它就是focus 我全部是要用電力來做這個動力運行的部分 那這個的時空背景是2003年剛好是網路泡沫化 所以在這個世界 在全球的風潮裡面會覺得說 好像大家是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當它出來登高一呼喊說 我要坐這個純電動車的時候 其實有蠻多人是把它當作炸電集團 來看 它沒有想到它之後一路發展 它幾乎都是有 它承諾了它要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它的電動車就有發展到那個狀態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其實特斯拉這個公司是一個很有趣的公司 也是一個觀察的 在電動車產業也是一個觀察的指標 那現在甚至推出的這種電動車 可能你要跑這個100公里 可能只需要3秒多 是一個相當讓人有想像力的一個速度 那這邊的數字是那個 就是說 那這邊的數字是那個 大家現在很多人在想說 電動車我還不想買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還沒有發展好 再等一下吧 那到底要等多久呢 現在這邊有一些參考的數字出來了 包括說像是歐陸的一些強國 英法德、挪威這四個國家 他們就是宣布在2040年之後 就這個完全停止出售 就是汽油的燃油的車子 那像中歐有一些像荷蘭、挪威 這些是2025年 到2027年的時候是中國也要停售燃油車了 然後美國、加州跟德國是2030年 然後到50年的時候是日本 所以你會發現說其實一個全面的趨勢 就是說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燃油車在這個 資源在浩劫的狀態下 它的確是會面臨完全停止生產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一頁 其實它的主要的重點在於這個後面兩行 2012年的時候 無人駕駛的汽車進行道路實驗 那這是一個關鍵的年代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以前這個大家開 開車的時候都要非常的注意 然後 很怕這個汽車會有一些傷害或風險 那現在在2012年 這樣子的功能已經被完全的發展出來了 就是自動駕駛 然後也是無人駕駛 然後慢慢慢慢的 當你的汽車在做 不需要人 不需要真的人去開這個 這台車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車子裡面做很多的事情 那它這個2012年的時候 它就是有在做這個實際試車的動作 到了2013年的時候 美國的部分州 他們已經發展得很先進 就是說有一些 相關的法令已經在做制定 就是自動駕駛汽車的一個行駛法令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 這邊不管是一些物理狀態 就是在環境測試的部分 還有在這個人文層面 包括說像是法律或者是一些 適合當地的這個交通狀況 都有在做這個電動車相關案例的一些研究 下一頁 其實這一張投影片 就是今天整個簡報的最重要的一個關鍵的內容 大家可以看到這五個框框裡面 其實這五個框框可以用七個字 七字訣來代表這所有裡面講的事情 其實就是節能減碳智慧化 那在這個左邊兩個框框的部分 其實就是節能的部分 中間就是減碳的部分 然後右邊這兩個就是智慧化的部分 所以其實講電動車講來講去就是這七個字 節能減碳智慧化 大家就把它記下來就知道說 其實它會碰到的各個面向 就像你現在面前的這張投影片 我們把它很快的唸過去 讓大家感受一下 它會在這個動力做一些變革 在這個能源的管理還有原物料的部分 包括像太陽能的一些運用 離電子的電池的部分 都會做一些改變 然後所以剛剛我也提到過說 這個等於會是一個產業革命 包括一些原物料 包括一些投資的一些觀念 可能都會相對的去做調整 那在中間的部分會發現到 其實它的污染的層面有很多 包括噪音 包括空氣 包括溫度等等 各式各樣的 還有就是說 原物料使用之後的一些殘餘的 廢棄物的處理等等 所以減少各式污染 就可以達到這個永續環境 這也是很多企業在發展電動車裡面 它一直很強調就是說 他們是有企業使命的 所以會致力於電動車的發展 那電動車發展 你不可避免的一定要 這個要滿足大家的一些需求 目前看到的幾個功能 就是大家很在意的 包括AI這個人工智慧的一些運用 自動駕駛 然後怎麼樣子 電動車行駛的時候 可以有安全的防護 然後降低它的風險 再來你因為使用這個電動車之後 你可能相對你的休閒跟工作形態 也都會跟著改變 包括說你這個度假的形勢 或者是你的上班的地理位置 或者是上班的這個距離跟距離之間的一些 就城市跟城市之間的移動 都有可能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電動汽車它這個產業 其實會影響到非常多的範圍 好 下一頁 好 麻煩再下一頁 好 謝謝 我們在講這張投影片之前 我再幫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 大家知道這個世界的五大車展有哪些嗎 大家可以打開麥克風來 是不是底特律車展那個也是一個 對 北美的底特律是一個 還有呢 法蘭克福去車展 哦 對對對 法蘭克福去車展 這是歐洲的部分 那東京 對對對 東京車展好像也是嗎 日本東京車展 對這樣三個了 還有兩個 世界的五大車展 你們常常看到有最新的車配最美的美女 就是在這五大車展 那是中國大陸那邊嗎 另外兩個我們來揭曉一下謎底 就是在一個是在法國巴尼 另外一個是在瑞士的日內瓦 其實你會看到這五大車展裡面有 三個展其實都是在歐洲 所以其實就是說在這個 汽車產業這個部分來講 很大的一個層面還是觀察歐洲的一個發展 那像台灣來講 台灣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台灣現在好像沒有電動車 或者是說台灣只有開放 只有開放那個 某個T牌的電動車 其實不是耶 台灣的電動車其實已經跑得滿前面 那可是之前可能都沒有人去做完整的報導 或整理 像我們宜蘭就有一個台商 它其實在江蘇就已經有一個叫 叫閩石集團 閩是敏捷的閩 是層層實實的事 閩石集團它就在 它是一個台商 在這個江蘇就已經有一個 無人電動車的一個整個園區 都是在發展這個電動汽車這件事情 然後它在這個世界的關鍵零組件 包括像一些什麼寶馬 很多很多歐洲的車子的牌子 都是 就是說它 它是這汽車廠的上游 所以 就是對 汽車產業來講是舉足輕重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台商 它其實已經在中國大陸發展得很好 也拿到了中國大陸的這個 五家電動汽車的其中的 第五張的這個牌照 就是有台灣人拿下 那再來就是在南投的部分 南投其實也有 也有廠商它發展的電動車 然後它電動車的 邏輯跟一般的電動車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我們電動車一般會想到說 我要充電充多少這樣 然後充了多少可以跑多少 那它強調的是 它的車上一定要有兩組的電池 就是A組電池跟B組電池 然後一組電池呢 是用來充電的 然後一組電池是用來放電的 所以它的理論邏輯是說 它的電動汽車是不需要依靠充電站的 然後甚至是說有一些 台灣的廠商生產電動車 它可能在電動車的引擎 或者馬達或者是它內部的技術 已經有使用到一些戰鬥機的技術 那因為電動車它希望在高速的 就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能夠高速奔驰 所以它必須要很輕巧 然後它又要同時滿足耐輕 應該說耐撞防撞的一些設計 所以它在設計上要相當程度的去考慮它的緩衝的設計 那這個就有用到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戰鬥機的技術 所以其實你看 然後甚至像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郭董 郭先生 他也說他要做電動車 然後他的電動車很有趣 跟一般的電動車也不一樣 他希望他做的電動車呢 是大概售價希望可以控制在 一萬五千美金裡面 然後希望人人都買得起 那他的電動車呢 因為他是這個在觸控面板方面 他是一個專家 所以他希望他的電動車裡面 這個觸控面板是能夠 就是他的面板是屬於弧度的設計 那我剛剛就請教了 因為其實我搞不太清楚 面板的平面設計跟弧度的設計差別在哪裡 我請教了一下我們家的一位專家 那他就跟我說 平面的面板比較容易有直角 可是如果你是弧形的觸控面板 那你在按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注視的時候 就比較角度會比較多元化 就很像眼球的那種設計 所以比較不容易產生直角 那相對的可能在安全性或風險的管控上 也會比較好 那這個是屬於台灣的部分 然後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會順便分享中國大陸跟香港的情況 然後香港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它的電動車發展的時間比台灣早很多 所以等一下後面會有一個數據 大家可以確實的看到說 台灣跟香港的電動車的數量上的一個比例 但是我們先有知道一個觀點 就是說香港的電動車跑在台灣之前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大陸的電動車 大陸的電動車呢 有一個最重要的特點 就是說像我們知道說很多的汽車大廠 它著重在自己的品牌 或者是某一款電動車的產生 或者是設計出爐之後能夠面試 可是中國大陸他們的做法是非常不一樣的 它focus在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屬於共享經濟的部分 所以它的電動汽車 它會去設計說 這個電動汽車車在哪裡租 在哪裡還 然後在路上行駛的時間有多長 需要什麼樣的support 所以它會強調這個產業的一些 屬於support性 屬於一些系統性的一些規劃 所以中國大陸在這個部分 在車聯網的部分 這個真的是跑得比台灣快很多 所以等一下後面會有一些比較詳細的資料 那我們先大概知道一下 其實中國大陸它的發展的策略的面向 其實跟台灣不太一樣 我們回到這張頭影片就是說 其實我那時候在想電動車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在想說它是一個移動式的載具 那它的電動車的車頂 如果說它是屬於能夠接收太陽門的 那到底它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它是不是能夠一邊接收太陽能 然後產生動力 然後一邊用這個儲存 不需要的這些多餘的電力 然後能夠回收到一些電力性 那有專家是跟我講說這個不太可能 因為它會覺得說用的就是消耗的比儲存的會 會更多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也許等一下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做一個討論 那電動車它其實還有一個 它因為要設計相關 就是變相非常的多 所以它跟很多的這個地理環境 還有跟氣候的這個模型 都非常的相關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科學 那這個底下都是相關的一些連結 大家有空的話可以自行的參考 好那到時候我們再請這個 Ryan把投影片提供給大家 好那麻煩下一頁謝謝 好我們剛剛有講到說既然這個充電 這個電動汽車它在跑的過程裡面它需要充電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手機病毒也好 那會不會這個充電的時候也會有病毒跑進來 這個其實好像已經不是電影情節了 它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一旦電動汽車的系統被病毒侵入 它受到的影響可能就不是像手機一樣說是個人的 它有沒有可能是整個地理或整個區域 或整個環境的整體的一個癱瘓 這個是不是有可能發生 我想也許有一些電影情節已經載入了相關的劇情設計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就可以讓大家可以多想一下 那目前其實台灣一直在講說 沒有啊我們沒有鎖國啊 我們其實也是很支持電動車產業的發展 那事實上根據我跟這個 這個汽車公司的 就是在研發電動汽車的這一塊的這個 員工聊天 他說其實他們等這個電動車的產業 等政府推動已經等了六七年 特別是這六七年 他們看到全球各地這個電動車的這個發展 都不飛猛進 可是他覺得在台灣這個部分 就是感覺起來 還是有蠻多受到政策的一些因素影響 所以很多事情現在還沒有辦法推動 那我試著去問了一下相關的原因 他是說現在因為這個汽車產業 影響的範疇還是太廣了 包括整個石油啊整個這個 汽車配件啊汽車零組件 汽車保養汽車舒服等等 整個上下游整體相關的 就是太多的人會因為這個產業的變化 而生技受到影響 所以政府相對的在這個部分 他的角度跟態度是比較保守的 那可是事實上其實你會發現說 如果這個時間點你再不關心這件事情 其實你將來在整個全球化發展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事情 就很容易被邊緣化 好 下一頁 那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汽車的 這個電動汽車的整體產業來講 現在 某排電動車他有推一個安心回家方案 然後也有推就是說 你買了這個電動車之後他要讓你 我絕對 可以充飽電 假設你可能開了一年兩年之後 你不想要這台車子 他也保證你會有人幫你回購回去 所以其實很希望就是說 大家可以勇敢的去下訂單 那事實上這樣子的做法之後就會相對的影響到一些 汽車貸款的一些業者 那你想想看如果說電動車的壽命很長的話 他們乘坐這個貸款的這個市場也會相對的一些萎縮 還有就是說 電動車產業 我們上次看到一個數據是說 你要做一台電動車 你大概需要上萬個零件 那這個上萬個零件當中呢 其中有20個是屬於移動式的移動零件 那跟傳統的汽車產業比起來 這個相對的他這個電動汽車的零件 移動式的零件是比較少的 所以像一些汽車維修廠跟保養廠 那他們這個做生意的空間也會變小 所以不免來講就是說相關的一些產業 的確是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大家可以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還可以再多觀察一下 好 再一點 我們大概還有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我盡量把我的投影片在十分鐘之內結束 然後剩下多一點的時間讓大家來討論 那這個電動汽車它是屬於新能源 也是屬於智能汽車 那不同於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傳統汽車 它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進程 感覺起來電動車就很像所謂的彎道超車 什麼叫彎道超車就是說 你可能沒想到的 它可能不是按照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 它可能就是直接是跳躍性的革命或前進 所以這邊真的是需要人的想像 如果你的idea夠好 也許你就是統領下一個電動汽車產業的這個領導者 那你會看到我把它用綠色的 是mark起來的部分 包括寶馬大眾奔馳啊等等的 哪一家汽車大廠都是這個躍躍欲試的 那甚至是說它本身不是做汽車產業的 像有一些譬如說像蘋果電腦啊等等的這些 他不是做汽車產業的 他也不想在這一場革命當中缺席 那甚至是說像台灣 他也已經開始有這個計程車的這個品牌 他們也是很前瞻性的 他甚至是想說 我要購買一些特斯拉的計程 特斯拉的車子 電動汽車來當作我的計程車的 這個車隊的組成 所以會看到其實大家都 都有在有在很想很想跟這個 不想離開這個歷史的舞台 有關鍵性的舞台 好下一頁謝謝 那我們現在要來輕鬆一下 請問一下這個特斯拉三個字 TESLA這三個字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它是一種企業壟斷的名稱呢 還是一種玩具車的品牌 還是一種電池的發明家 還是一種儲電技術 還是都不是 大家有沒有興趣來猜猜看 特斯拉三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發明家 但是不是電池發明家吧 對它是某某的發明家 沒錯 那不曉得你們猜對了嗎 我們來看下一頁的解答 所以是以上皆非 對它是一個綜合性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35頁的頭一片 這邊你會看到其實特斯拉三個字 特斯拉公司呢 它其實就是以電氣工程師和這位物理學家 就有一個物理學家他真的就叫特斯拉 那他是專長在這個電氣工程的研究方面 所以特斯拉的名稱最早是由這裡命名而來的 那右下角的部分呢 大家看到一個帥哥 然後這個帥哥的左邊有三個 三個牌子 第三個牌子 就是Solar City 其實就是一個太陽能的一個公司 那這個帥哥其實他就是特斯拉的CEO 那Musk 那Musk本身除了持有電動 就是特斯拉的股份之外 他也收購了Solar City的滿大一部分的這個股票 所以其實呢我們在預測在猜想說 其實他在下一盤更大的起 他可能不是只滿足於做汽車公司而已 他可能針對未來全球的一個能源市場 能源的這個發展的狀態 他希望能夠做更全面性的掌握 所以特斯拉這家公司 它是對綠色對環境發展 對永續這個部分是有使命感的 那特斯拉即將會成為一個 產業跟生活型態這個革命的一個代名詞 這是我們可以預見它的發展 好 下一頁 好 這邊大家其實簡單的看一下就好 我們看左上角的部分 其實這個就是它的內湖總部的部分 我們上次本來要談請他們來做專 就是說我們本來跟他們所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有去這邊參觀過 那個時候還沒有完全完成 都是空無一物 對對對 那時候還空空的這樣 那現在已經整個公司的這個園區都已經打造完成了 這是你後來去拍的啊? 沒有 這是網路上的那個新聞的截圖 喔 現在變這麼漂亮了 這麼漂亮了 你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 它的展示空間的一個圖 那它這個內湖總部 它其實本身也有蠻多充電 充電站的一個設置 那文字部分我們不需要看太多 我們直接跳過去 好 麻煩下一頁謝謝 好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大陸的這個電動汽車的發展 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如果是在研究大陸的電動汽車這個產業的話 我建議這家公司你一定要認識一下 它叫做充電網科技 那它的執行長叫王振輝 所以它在做的是 不是不是某個牌子的這個電動車 它就是做很多相關的一些服務 你可以看到它有 跟這個充電的營運商啊 然後充電的設備商 然後汽車廠商 甚至是地產廠商這些 它把這些通通結合在一起 然後你看它第二段 你看它結合了多少 跟多少的公司做了這個策略 策略聯盟的部分 然後它還有推廣公共的充電服務 包括說協力廠商的一些資源等 它甚至還做認證 就是你要來當這個產業的 你要來這個分一杯羹的話 我擁有這個產業的一些 你資格認定的一個篩選的權利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他們其實是很全面的 就是說一旦這個 這個世界各國的 這個電動汽車的廠商 要來進到大陸的這塊市場的話 都要先經過這一關 好麻煩下一頁謝謝 在講這一頁的時候我先跟大家提一下 在今年的一月份 我們有去拜訪了台北市停車場工會的理事長 然後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旗下有很多 不管是公有的或是私有的停車場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說服他說 你這個擔任這個產業理事長的角色 然後你的停車場裡面 照說應該要有這個充電的設備 這是必備的 那我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興趣要來裝這個充電裝 或者設這種充電站 然後他就講了一講 一件事情他說 現在因為一地一休 所以他請個人工很貴 那他請的那個人工 光一些收票 處理一些他原有既定的業務 就已經非常繁忙了 所以他沒有空再來教人家怎麼樣子來使用電動車的 電動汽車的充電設備 意思就是說他不可能再騎人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欸 你都已經是一個產業的領導者 然後在這個人工的部分 他用人都還這麼的精簡 然後那時候就還不是切入點這樣 然後他只對那個能夠電動汽車能夠試駕這件事情有興趣這樣 所以我們就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其實就是說大家要跟自己切身相關的 他才比較會產生共鳴 那你說服他說 來趕快來裝一個電動汽車的充電座 他會覺得時間還沒有到 那事實上時間是不是真的還沒有到呢 其實不是 你會看到下半年陸陸續續的 包括說有一些五星級的飯店 有一些高爾夫球場 還有一些別墅型或者是一些住戶大樓 其實像甚至遠在花蓮的很多飯店 現在都已經有他們的停車場裡面都已經有充電狀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需求性的問題 而且也是一個必然性的問題 所以不是說你現在可以選擇不要 你將來你的停車場就是會有車主要開進去停 你不準備其實還是不行 所以一定這是不可避免的一個趨勢 那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他因為擔心用人的問題 所以不打算裝 可是像中國大陸他們的做法是說 他在地面上他就是有一個 自動控制的這個智慧地鎖 甚至是說車子停進去之後 怎麼進去 車子怎麼開進去 怎麼離開 全部是朝這個自動化管理的方式去處理 甚至自動上鎖 然後自動充值等等的 你會看到其實人家的充電 充電的整個設備設施是整個全面性的思考 真的不是像台灣這樣單點式的 或者是只做壁掛式的這種充電 簡單的充電設計而已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是要對這個產業做全面性的了解的話 其實我剛講的這家公司是還蠻適合去研究 好下一頁 我們剛有提到就是說台灣的 你看台灣的購買量 就是現在這個電動汽車的購買量 還沒有比香港多 香港的特斯拉交測已經起7000台了 但是呢根據以往的消費模式的分析 台灣的購買量 將會是香港的28到32倍 意思就是說 將來在台灣的土地上 這個跑電動汽車的這個數量 的確會比較多 那還有我們剛提到這個內湖總部 它在總部裡面就設了10座的這個 這個超級充電站 那充20分鐘就可以開270公里 這個數字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目前特斯拉交車的車款裡面 大概有80% 都是屬於大台北地區的訂庫 那預計到今年年底的話 大概會有超過1000台以上的電動汽車 在台灣的路面上分析 好下一頁 好這邊很快的我們看過去就是說 電動車的一個經濟的價值 那以蘋果來講 大家很了解的這個蘋果這個企業 它的市值是7000億的美金 那目前特斯拉的這個市值 大概來到600億美元左右 那通用汽車大概是500億 所以你看它其實才發展短短的 它從2003年到現在 它的市值就已經超過了美國的這個 這個這個傳統汽車的龍頭 那甚至是 像這個福特很很久的這個牌子 它也都已經超越它 所以可見這個企業將來的這個市值 我們相對樂觀 那在我們講到這個特斯拉的部分來講 有大家提到就是說 好像指紋 只看到樓梯沒有看到人走下來 那的確是 它是採用一種 飢餓行銷的方式 可是它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們剛提到說 它的執行長就承認說 它要做一台電動汽車 大概需要 一萬種以上的零件 那 這麼多的零件 它甚至被 有些媒體形容它 就是說 今年下半年會進行到 所謂的 地域工廠 其實就是形容它 這個生產線的一個繁忙 那因為很多人 在去年很開心的下訂單 本來在去年下訂單 大概在這個Model 3的部分 已經到達50萬輛 但是因為等太久了 等太久真的是心裡不開心 所以目前它也遭到這個退訂 它的退訂就是 已經到了6萬 等於是被退了6萬多台車子 所以其實就是說 飢餓行銷沒有錯 這個有時候有效 但是車子這種東西是屬於 民生必需品 等太久人家就會想說 那我乾脆還是開傳統車子好了 或者是我去買別的牌子的好了 我就不一定要等這個T牌的車子 好 下一頁 好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目前在2017年的部分 它已經在推出這個平民車款 叫做Model 3 它現在大概是 每一個月大概是1000多部這樣的狀態 到了2018年開始 每週可以生產1萬部 我不確定這個數字有沒有錯 可是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當你每一個禮拜 都可以生產1萬部的時候 是不是還蠻嚇人 好 下一頁 這一頁我想大家自己再參考就可以了 好 麻煩再下一頁 好 下一頁謝謝 好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其實大陸的這個充電網科技 相對應的它的所謂的硬體軟體 它是整個Total solution的部分 所以包括充電裝的一些規格的制定 還有就是它整個 整個在這個租賃市場的使用 那怎麼跟你的雲端設備啊 中端設備做結合 那是不是有支援藍牙系統啊 或者是用IO的控制等等 或者跟GPS 或者是跟網路通訊相關的科技 它全部都有在研究 所以它整個 整個電動汽車的產業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 而龐大的一個產業 下一頁 好 下一頁謝謝 其實這一頁我覺得大家可以 我覺得它是屬於一個論戰啊 其實是討論不完的 有人說它真的比較環保 可是你覺得它真的比較環保 這個其實 某程度上看來是絕對的 但是相對的它這個 之後的電池的部分 或者是說有一些使用電池 之後的一些廢棄物的這個處理 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還是未定的 因為當它還沒有形成一個量的時候 它是沒有被討論 那這個部分其實還有蠻大的一個爭議的恐怖 好 下一頁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自動駕駛的部分不是只是簡單說 沒有人在這件事情而已 它其實還要針對很多的一些 不一樣的地理環境 包括說它是不是會經過雪地啊 或者是經過上坡下坡啊 有山地的部分 甚至是在高速公路上怎麼樣啊 或者是說你在這個一些 人工智慧的功能型的部分 它是不是有防止打瞌睡的功能啊 它是不是有眼睛自己控制或對焦 或者是瞳孔的這個控制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有聲音控制的一個功能等等 它其實因為 因為當你跟整個電力系統 通訊系統產生連結之後 這個相對應的所有的環境 都會變成是我們講 車聯網科技裡面 一個必須要被思考的東西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直接先看一下一頁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 它其實這個自動駕駛喔 它會產生了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一個資訊 我們稱之為 麻煩到下一頁喔 我們會稱之為所謂的海量資訊 那為什麼會是海量資訊 其實我又請教我對面的一個專家 他告訴我說 其實你看我們在做自動駕駛的時候 是會需要先設計一些參數對不對 然後你要sensor 你這個電動汽車附近車子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還要跟城市的一些交通 或者是一些警方的這個資訊系統連結 甚至是你有做導航啊 衛星導航等等的 所以其實它這個每天產生的這個 資訊量非常非常的龐大 那未來怎麼樣在這些海量資訊裡面 去擷取出來你需要的 或者是 必須關注跟偵測的這個資訊 其實將來這也不會是一個專門的技術 好再麻煩下一頁 好再下一頁 對這邊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說 這個後面的部分就是屬於 因為我在智慧節電公司 我很快的簡短的把它帶過去 就是說我們在跟台電 台電這個處理的部分來講 目前我們跟台電之間的店家方案就有五種 可是你知道你家裡是用哪一種電力方案嗎 有沒有人知道自己家裡或公司或者工廠 是用哪一種的 跟台電是用哪一種的電力方案的配合東西 有人知道嗎 好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那事實上其實 我們常常有聽到所謂的低壓用電 然後高壓用電 然後還有所謂的 契約容量 然後虛量 然後什麼超量超約的這個罰金罰款等等 其實這些資訊都 或多或少的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你使用電力的時候 電力是必須要被智慧化管理的 好麻煩看下一頁 你會發現就是說 一般的住商型的這個場域裡面 它可能只要這三個功能 就是V型的它可能只需要電力的監控分析 還有即時電費的部分 可是當你越往右邊走 經過了這個低壓電力的場域 或者有一些中小企業的經營的門市 甚至到一些工廠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有高壓用電的部分 那到越右邊 你會發現它的V字型越多 就是相對應的它 所必須要被關注的點越多 包括說你採用的電力方案 是不是最佳化 那你跟台電之間契約容量 到底定的 你跟它之間定的好不好 因為其實 你跟它定的這個契約容量 好或不好 它不會主動的來告訴你 所以你收到電費帳單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怎麼這麼貴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調整 那這個時候呢 好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針對 就是說我們歷史的一些用電的資訊 然後呢 經由學習演算法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 Machine Learning 就是一個AI的一種智慧 你設計了一些參數 函數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模型 當你的用電 超過這個模型的時候 你就會被提出偵測跟預警 所以當 推到這件事情 當你推到電動汽車這個 充電這件事情來講的時候 整個環境的 總體電力的風險控管 還有智慧的管理就變成非常重要 所以 這一張圖影片就是解釋說 為什麼充電這個事情 還有跟整體的電力資源的這個整體的管理 是有相關的 因為這樣子你才能夠判斷說 是不是你的電費是最佳化的方案 然後你是不是能夠做到風險的控管 你在充電的過程裡面 不要有這種充電的災難發生 好 下一頁 好 下一頁應該就是結尾了 好 拉拉雜雜跟大家分析了這麼多 分享了這麼多 那 這個部分其實我還是菜鳥 所以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說 大家有一些議題或想法 也歡迎提出來 讓我 回去多找一些資料 或者是可以跟大家做一個開放式的討論 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電動汽車到底為世界 帶來了哪些變革 是的確很需要想像 那我們把頭影片停留在下一張 好 那先謝謝大家的聆聽 那我把時間交給那個 翔哥給 大家都快睡著了 我覺得真的是 這個見識很多 那個我們大家 接種一下大家的掌聲 我們謝謝Delia今天精采的演講 謝謝 謝謝大家 對 那個來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人有問題耶 歡迎直接打開麥克風來來聊聊天 有沒有 我可以分享就是說 目前我知道 因為比較靠近珠三角嘛 其實正在這一塊的 我覺得補助其實也是蠻關鍵的 像深圳我舉個例子好了 深圳其實現在已經很現牌 就是說 你有錢你可以買車 可是你申請不到深圳的牌照 那政府就說 你買一個人家裡 你買第二台 假設你買電動車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申請掛牌 他們其實政府對這個其實是有一定的 支持力量去做 這樣 完了 謝謝Eason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政府的力量 那個整個政策的導引方向 會給市場帶來一個很大的這個助力的部分 那 剛剛有提到那個系統商的那一塊 我覺得那一家公司他的idea也蠻好的 就直接他想他沒有製造汽車的能力 但是他就去想他做周遭的配套措施的部分 比如說那個智慧地鎖搭配的整套的那個充電的模式 或是怎樣子的這個周邊服務等等 其實我現在聽Danny人家講 我在台北市 但只是忘記耶 我有停過一些小型的小型的停車場 他沒有柵欄 而是你車子開進去 他就是會有設單邊的那種 像你講智慧地鎖的部分 你就是下面是編號 然後他平常是放下來 你車子壓過去之後他就趕 只要後輪壓過去之後 他大概五分鐘還幾分鐘他就升起來 那你車子當然就開不出來 那你就記得你停的是哪一格 之後要去開出來的時候你就去那個繳廢艇 輸入你那個停車格式的部分 然後就可以去把它開出來這樣無人管理的部分 然後如果說將來就這樣子跟那個電動車整個搭配的話 我覺得那個這樣子也 也蠻厲害的一個新的商機 可是剛剛最後提到那個電力的部分 像現在電動車剛剛你在講我就在想 欸對啊電動車到處都有在講說那個充電站 可是他們那現在他們那個加油的電費不曉得怎麼算 現在是這樣大概 充一次的成本大概幾十塊錢而已 所以比起加油的成本還可以 我們講假設說你是屬於 像現在有一些我們現在常常在一些 就是豪宅或者是別墅在施工 那他們可能 因為裝了這個充電座之後 他可能每個月大概要 就是再付大概三千到四千塊左右的 這個電費的支出 那你把這個數字去換算成說 假設他在一些公有的充電站做充電服務的話 他每一次其實他的費用來講 整體來講他是會比加油還要便宜 那至於便宜多少其實還要看說 他的車種就是電動車的車種 還有他充電時間的長段去做決定 那整體上來講他是少少少少的他數是蠻多的 了解 真的是真的是見識到了見識到了 他那個我還有一點蠻好奇的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電動車他會有出現 那個所謂海量的這些資訊 那沒有錯他會有海量的這個資訊產生 可是他那些畢竟就是只停留在 你那部車每天會出現的那個資訊 他要去處理的部分 所以應該是不會 比如說傳輸到哪邊界面或是說 去造成其他 其他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系統的部分的影響 因為全部就是都在那台車 他去處理即時的這個 反應或者是路況或者是導引 這樣子講好了我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當你在開著電動車的時候 那你把那個城市物聯網的那個觀念放進去 你會包括說譬如說我在開車的時候 我因為是不用太用力的 不用太用力的駕駛的狀態 它其實是可以的是無人駕駛的狀態 那我其實是可以跟我的同事在這個車上面開會 那甚至是我還沒有到達家裡 我就在車上發送訊號 把我家的冷氣打開 把我家的開水煮起來 或者把我家的冰箱怎麼樣 那這些資料其實都可以透過 那些車子本身的一些通訊協定 跟你自己家裡面的一些 一些電力的一個整體系統跟環境 做一個遠距離的連結的時候 這時候你產生的資訊量會非常非常大 就很多 就不是你單台車子在移動的一個問題 了解 我前幾天我待會早早看看 不曉得還能不能找到 那個有人在Line傳了一個影片 他那個叫什麼 反正他那個好像叫什麼 什麼問問 問問系統 他那個也就是戴一個手錶 還有就是回家就是向那個居家管理總管之類 什麼請問問 他現在外面的氣候幾度 你好問問請幫我開冷氣 然後現在要開車 整個那個行車系統就像你剛剛講 他就是整個到開車有導引 或者是在家裡就居家的空調 照明啊整個的那個連結 連結的這個這個部分的處理 這真的就是新的網路時代 的來臨這樣 像現在汽車有儀表板對不對 那儀表板裡面好像會 所以那個 embedded的很多東西 譬如說一些 什麼 包括說你要看的一些 廣播或影視的資訊啊 甚至是行車記錄器的一些資訊系統等等的 那你都是透過在儀表板上面去做處理 那甚至有人是說將來這個儀表板 其實它是不存在的 它的整個 你那個汽車的整面玻璃 就是你的儀表板 這個將來也許都有可能發展 所以你的你的那個你面對的 甚至是我甚至在跟朋友開玩笑講說 現在開車都是眼睛向前面 可是事實上其實當它無人駕駛或自動駕駛之後 你是可以像打麻將一樣四個人 坐在這個一個正方形的環境裡面 那甚至是說你整個內部 像我們有一些影片就有提到說 你覺得這個 像汽車要綁安全帶這件事情 30年之後還需要嗎 所以做安全帶的廠商可能就要開始思考了 將來根本就沒有安全帶這件事情 所以甚至是汽車裡面內部座椅的設計 全部的東西都會跟著調整 我們剛剛講的是正面的玻璃 那有想想看啊 也許側面的那個 原來車門的部分 它也可以變成是 電腦的螢幕 對對對 所以太多太多的 就是可以去想像的東西 產業啊都放下那邊 還有沒有其他人有問題啊 有嗎 好 好 那那個 再次感謝Delia 帶來精彩的演說 那個 謝謝 來 欸 欸 比利比利有問題嗎 有問題要問嗎 要謝謝主講人 精彩的演說 齁齁齁 謝謝 我們在民眾立業結束之前 那個 我們Ryan的效率很高 已經有先幫我們整理出來 我們今天這次的這個IOU的部分 今天這次的IOU剛剛已經有報告過了嘛 那我來看看今天還沒出聲的 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我們IPP IPP來幫我們那個出聲一下 請參考一下那個我們手機LINE理事群裡面 那個做一下 糾察報告 那個出席報告 出席報告 出席報告 對 那個 RUN剛剛在理事群裡面貼出來 今天的今天的 我們就來 今天出席要少寫我的IOU啊 我也IOU一版 對啊 比里有寫名 有寫名字 漏了一個 所以那這樣子Eason也有100 這樣子金的還是1000嗎 1200 1200 1200 David100 Maris100 我100 Joseph100 Shawn100 Dawel100 Shawn300 然後Eason Eason100 Kevin100 阿布拉100 阿布拉100 好 所以總共 多少 1300喔 1200 Brian說1200耶 因為 社長如果算1000才是 才是1000 社長如果100才1000 那300啊 那300啊 900 900加300 對對對 所以那這樣子 1000 欸 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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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큰 Eason 有嗎 有 看嗎 因為我這個沒事被退掉 Eason 有 哇 好 好 那就以前 那個出席報告 9月6號本週立會 出席報告 出席的有 David Morris Billy Joseph Sean Dalio Dr.Eason Kevin 跟Abula 本週立會的糾察報告 設有總共IOU 1300 1200 1200 然後 出席 本週設有13位 出席10位 出席率76.92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麼 10點33 好 那主席民眾 立議會結束 來個電子鐘 兩 兩 好 謝謝 那謝謝大家的立領 來 那個 最後那個小聊一下小聊一下 就是 9月16號 那個那天要上納羅 我們趁現在大家 有在場的大概 我先簡單報告一下 就是那天早上啊 我們大概6點5 台北的舍友們啊 我們在6點50分 在北科大的門口 6點50分 我們早點出 因為那天禮拜六 那我們就 找到這台中八 它沒辦法走內線 那只有 中外線道可以走 那禮拜六的話 通常都會很曬 所以我們盡量的提早出發 那6點50 在北科大門口集合 那7點 在準時發車 然後我們早上第一站過去那邊 就先做 那個 參與 首善一工團 防護修善 屋頂防水的部分 那再來用餐完之後 欸 請問是台科大還是北科大 不一樣嗎 北科大 北科大 在捷運站中校新生的那個 那個站 是北科大 北科大的校門口 中校東路上的那個校門口 北科大 北科大 博覽咖啡的對面 對對對 博覽咖啡的對面 北科大的 中校東路的那個大門口那邊 那邊等 然後 那個 我們到時候 司機的 那台中發的車牌 跟司機的聯絡電話 我拿到資訊之後 我會再PO出來給大家 也請那個 輪延再一併整理下去 所以 我們第一站那天的話 就是 所以先做這個 防護修善的部分 因為 那個林團長他們現在進行的那個個案 已經有遠雄的人 一批人在做 所以剛好這兩天 他有一個新的個案就在旁邊 是做屋頂防水 我們 他們會做材料 我們 贊助的五千塊 大家就用來那一場 買部分買材料 那我們人過去那邊就是做那個 滾圖 司座的部分 那 到 中午用完餐 用完餐之後 我們可能就分批 那個 年輕人 我們就過去 就過去繼續完成 那其他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 留在原地資源 那個科學營的部分 還有那個 一整的這一塊 那到直到下午 接續這個 友愛團的這個 康樂服務 用餐 那預計 我們大概 七點半或者是八點 用餐之後差不多要結束 就起乘回家 大概是十點 十點半 再回到北科大的門口 那方便大家 還有捷運 可以搭車回家 當天來回 那這次特別感謝Marcus 沒上線 真的很感謝Marcus 他回台的這個時間都很 很急促 很短 很短暫 那也都約了時間 滿滿滿 那其實他那天晚上 也還有他叔叔的這個慶生會 那他親自跟我通了電話 他是說已經答應了我們社團的部分 所以他會來參加 那真的也很感謝他 這樣 然後那因為我們現在車上還有位置 那也希望大家盡量的再去邀請 親朋好友 或者是在那個大群裡面 能夠邀請來參加 盡量來參加 那那個Ryan 我已經有發過like給你 那既然還有空位 我覺得說可以的話 也請Amy 也一起過來 就跟大家這個時候熟視熟視 這樣子 當作出來玩 因為我們那天也會分滿多個位置 那有機會的話 這會講比較不好意思 就是看說不定可以支援一下 拍個照 或是說 有我們活動進行 有哪邊比較那個不對的 或是怎樣 也給我們一些這個建議這樣子 看看他方方便起來 收到收到 OK 好 然後 那個再來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動員 就是9月20號 的那個阿里巴巴的部分 那對了 那個David 請問一下那個Google報名表單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好 蛤 Google報名表單是不是 就是要麻煩您製作 沒有人發這個任務給我 蛤 欸 有啦 之前 之前不是有講 對啊 EDM啊 我做好啦 欸 報名點 沒有沒有沒有 在EDM之前也還有講到那個 Google表單的部分 那這樣那個Google表單再麻煩 可不可以麻煩您 就做一下 Google報名表單那個 然後順便就做一個短連結 3020的Google表單報名點 對 因為我們現在那9月20號的那個 立會資訊場地也都主題 通通都齊備了嘛 所以那就再請David這邊幫我們製造一下 連結出來之後啊 就發送給大家 那也請就直接把這些預告啊 像我講的就是我們直接在臉書辦一個活動 臉書可以辦活動 然後讓人家自有報名參加 或是有興趣那個選項嘛 然後也在臉書貼上這個連結廣告 我們就來大肆宣傳的部分 好 那 還有一個我覺得說 今天是9月6號 我們 我們再來7月8月的帳 我們那個run那邊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完備 7、8月的帳好了 都好了嗎 那這樣就等 可是你報表好像還沒秀上來 你應該要先秀上來 讓我們理事有機會可以先看 對對對 我知道 好 那大概在幾天的時間應該就可以好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就等第三週的理事會 我們就可以來審議 那審議通過的話就開始來扣這個7、8月的帳 我有看過每個人大概就兩三千 這樣子壓力我們開始上軌道 這樣 對勤款的話 對家裡的女主人壓力就不會比較那麼大 這樣 還有一個我們會需要面臨到要討論 就是CAMERA的事情 那CAMERA事情又牽扯到說我們那個社員的請假停權 容易社友這些事情 我盡量盡快再找時間來提一下 再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好 那其他有沒有人有補充事項這樣 我們納羅是禮拜六的對不對 是 9月16號禮拜六 禮拜天沒有活動吧 禮拜天沒有 當天來回 當天結束 我了解 欸 對啦 那個 你那邊我們今年有編一個那個五千塊的部分 要去支援交大三副團 所以這一塊再麻煩你聯絡一下交大三副團那邊 找一下 他們有要去別的部落服務的機會 我們贊助那一次的團寶 然後找機會的話看有興趣的社友就一起去參加 沒辦法的話看什麼時間 你跟我講一下 我們看找個時間上去 可以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看David那時候如果盡量有空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 說不定我們就可以去發覺到說不同的部落 有沒有另外的需求 來瞭解看看 我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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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那個明天早上有反讀計畫的部分 那個爬了起來的你就盡量來參加 我覺得這次時間牌那樣真的 滿辛苦的 滿辛苦的 好 那就大概這樣 其他有事情的話我們就在line上再聯絡 謝謝大家 那我替他 晚安 謝謝謝謝謝謝 拜拜 嗨 謝謝